大家好 我是李双林 我们今天来讲一讲对挂的风水 对挂也就是西方 你看西方的特点是什么 我们先从五行来讲 西方的五行是金 那么西方又是对挂 你看对挂我们再加一个言旁就是说 所以对挂它有嘴巴的一个意思 所以这个方位有口的意思 那么西方我们在风水当中 也把它称为白虎方 所以西方五行为金 有口为白虎 为什么白虎呢 因为西方是白色 老虎的意思就是嘴巴 你看老虎张着大嘴 白虎因为西方的老虎 它是白虎 所以西方的特点 它和说和嘴巴有关系 特别是从事一些口才失业的人 那么住房西方的风水 尤为重要 何为口才失业 比如说教师 翻译 律师 咨询师 解说员 导游 等等 那么都和对挂有关 对挂它也代表歌手 声音好不好听呢 说话有没有人喜欢呢 它都有这个特点 所以对挂它也有歌手的一个意思 那么对挂的风水就直接会影响这些方面的因素 那么如果在房屋的西方 有一个水池 水池是比较圆圆的 特别的清澈 水质很好 而且是活水 它是活动的 不是死水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家人啊 女儿特别的漂亮 因为对挂它是一个什么 阴挂 它是一个阴挂 代表的是女儿 对挂在排行当中代表 代表排行第三第六和第九 这是女儿排行第三第六和第九 比如说这家人有三个女儿 老大是一个女儿 老二是一个女儿 老三是一个女儿 那么就代表老三 各位要明白啊 它也代表小女儿的意思 但是对挂呢 它如果发展的不好 它会演变成色情 色情 在七运的时候 就是对挂运 七运 现在是八运嘛 未来是九运 在七运的时候呢 其实色情行业就非常发达 歌手也是非常兴旺的 因为当时你看 只要你出道 只要你去唱歌 你都有机会成为天王 都有机会受到很多粉丝的爱叹 但是在八运的时候就不行了 你看现在多少歌手 能够成为天王的人 聊趋之可数 就越来越难了 就说这个歌唱行业啊 已经越来越困难了 这样的一个意思 但是在八运你会发现 房地产行业特别发达呀 但是到未来九运 就是网络行业特别发达了 现在八运即将结束了 你看国家 中国 这些 大公司 巨头 基本上都是网络公司了 阿里巴巴呀 彭讯呀 他们独占凹头 像王健林这种房产公司 搞房地产的 已经慢慢慢慢再退下来了 所以这也是一个 运的一个发展 大方向的发展 那么西方呢 他既然是白虎 说明西方 他是不能够太高大的 如果西方过于的高大 就违背了西方风水的原则 那么他就会引发口舌 引发是非 或者说家中的女儿不太顺利 所以西方不能过于高大 但是这个高大 我们要讲形状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西方是一座山 这个山比较饱满 比较圆润 离房屋又有一定的距离 高大一点无妨 但如果西方有一个烟囱很高大 完蛋了 竹口舌 你看烟囱啊 有火嘛 火金相克 代表争斗 竹口舌 官匪 是非 矛盾不断 也代表女儿多病 因为火会磕金嘛 代表女儿会多病 那么如果西方有一个水池 特别的干净 我刚刚讲的 足聪明 女儿漂亮 也代表家人呢 可能口才会比较好 但如果西方 不是水 很干净的水 而是很脏的水 肮脏的水 或发臭的水 那么就代表家中的女儿不听话 甚至女儿会从事 跟社区有关的行业 娱乐行业等等 做小山呢 或者说去一些娱乐场所工作 等等都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所以这个方位 对女儿的影响相当的大 如果我们家养的是女儿 我们要重点看一看西方的好坏 所以西方它还有什么 口才的一个意思 口才 你看现在社会 你要在社会上立足 口才重不重要 特别是对于生意人来讲 特别重要 对技术 技术人来讲 没关系 只要我做得好就可以了 有没有口才都没关系的 一般口才好多人呢 都比较适合从商从关 口才不好的人呢 比较适合做二线 做技术 这也是一个特点 那么西方呢 我们还要看一看 像城市 像城市西方有没有什么 独特的建筑物 那么如果西方有银行 代表女儿富裕 银行 那么西方如果有一个娱乐场所 代表女儿容易接触社情行业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事实非常重要 西方如果有医院 代表女儿容易生病 而对挂的本命生肖是友经 代表属鸡的人 所以除了女儿之外 家中属鸡的人呢 我们也要重点的去看一下 西方 你看比如说你是属鸡的 你看你在家里面用楼盘测 测出来过后 你发现你们家的西方 西方正好有一个银行 那么说明呢 属鸡的人财运会比较好 或者说能存住钱财 那么如果我们测量发现西方呢 正好呢 有一个很不好的建筑物 尖锐的建筑物冲着你的房子 形成了一个煞气 那么你的健康可能就会受到影响 以前呢看到过一个风水啊 有一个建筑物 这个建筑物呢 是这样子的一个灵脚型的 灵脚画的不是很标准 一个灵脚型的一个尖尖的一个塔 就是一个建筑物 正好是在浙江人的西方上面尖锐的坏 他们家里面呢 有一个女儿 这个女儿呢 经常性的生病 健康不好 而且做了好几次手术了 其实都跟这个有关系 当然风水只是个影子 因为他女儿的八字 有这个阳润受冲的一个情况 再加上外环境的风水影响 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事 所以西方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位 各位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多注意这个方位 特别是有鼠鸡的 加上有女儿的 都是要特别注意的 好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